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宗正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们常常可以看在运动场所里面 有让运动员 身体运动的教练和率领的运动员去殴打裁判 为什么 因为裁判不公平 裁判为什么不公平 是因为他没有发现到对方的犯规或舞弊 那为什么他没有发现 通常会殴打裁判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认为裁判受贿 偏薄 包庇等等 像这种情形在运动场所常常会发生 原因是在哪里呢 因此可以看 各位可以看 比如说季棋运动 他除了有一个裁判之外 另外还有个四角裁判 四角裁判不是定在那边的 他如果必要的时候被裁判或什么人遮住的时候 他可以站起来移动观察 那这些移动观察 那四角裁判所有的裁判都是运动员出生的 所以他很有丰富的经验 再来是四角裁判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这情形就像我们的法庭上有所谓的陪审制度 有三个人 一个主审 然后另外两个陪审 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了 两个陪审的老头子都在那里面打瞌睡 就有一个法官在这边独断独行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被包庇的 那因此我们来可以看看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我今天不是讲这些贪官污吏的事情 我今天要讲说 你如何让你自己的能力增加 我常常讲过功夫从小练 不只是功夫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刚刚我们讲说 为什么人家有运动教练 会带你运动员去打那个裁判 原因就是因为你都是内行的 你为什么还在那边睁着眼说瞎话 做这个不实的判决 可是万一他就是一个农包呢 那他因为他没有做过选手 说不定有的裁判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法院的法官 都是这样子 读书 考试 为什么有一个曾经在法官退休的 一个女的以前立法委员 人家老是要讲说她是国小老师 甚至于还有人讲她是一个什么 那个计程车司机 曾经有一个在台湾最贪的监察官 就是法律系毕业之后 考不上律师执照 然后就一直在开计程车 干净很多东西 还有更多的人是考不起的 后来他终于考取了 14多岁的时候考取了 一进入这个司法体系 就开始贪污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放在下面 台湾司法仓局漫淫集团里面 最贪检 结果最后他冬床事发了 他可以把两道通吃 最后他冬床事发之后 结果由法官 由检察官来检查他 他原来是在那边 是一个老头的红星 又参加慢跑 结果他猝死在那个地方 要交保上猝死了 这个案子 人家讲说天道有长 实际上未必 为什么 应该在他坐监犯客的时候 一个雷就打死他了 批死他 把他批成焦炭 后来他死了 那这个报应都太晚了 所谓的慈来的正义 不是正义 那我们今天不讲那个 我们讲说我们个人 你不是贪官污吏嘛 所以你必须要从小培养你各种的能力 所以我这边有骑马射箭 飞行风浪板 什么一大堆的 什么那个 这些东西 帆船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要增进你 你所不知道的部分 否则的话 你就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如果说有些人觉得说不得了了 这个表演太棒了 前所未有 什么超人一等 那你在这个人的成果之上的话 就像魔术师看魔术师一样 看这是骗小孩的把戏 能不能玩点更精彩的 所以专家斗法就是这样 像两国要打仗 现在中共不是一天到晚要武统吗 一天到晚要犯台吗 我们的国军有没有能力跟人家对打 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嗨就可以了 你必须要真的有能力才有自信 那自信不是交兵必胜 交兵必败 因为你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什么叫知己知彼 你必须要知道人家用什么武器 你用过他那个武器没有 知不知道他的性能 你知不知道如何闪躲 如何避免如何攻击 连消化解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全都是 你如果越早学习 你越小学习的时候 它有很长一段的酝酿期 你想要悟到 不是马上进门就悟到了 是你先学会之后 若干年之后你突然灵光一现 原来是原来如此 再来就是因为你不断的被训练之后 你把那些东西 一般人认为是奇迹引巧的东西 视为固然 因为那些东西在你来讲 都是小菜一碟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吴忠诚的耕读堂输出输入 还有那个吴忠诚冒险学校 就是你没做过的事情 只要多多尝试 努力的强迫自己 那个在心理学里面叫做行为治疗 什么叫行为治疗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现在教的这些东西 我常常讲说危险操作的SOP SOP就是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我童年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的心理学的书里面 我才回忆起我的童年 我童年的时候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住在左营 但是高雄那时候 唯一的一个百货公司 叫做大兴百货公司 是在高雄的延城区 那个是大兴百货公司 是当时高雄一个有钱人 引进了日本的百货公司制作 那边有电梯 除了有升降的电梯之外 还有手扶梯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升降的电梯没有问题 大家跑到一个车厢里面去 然后升降这都没问题 也不会投晕 坐公车也不会投晕 可是我最难过的一个关卡 就是我童年的时候 跟我父母去 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就是电动手扶梯 我觉得这很神奇 看到那个机器在那边 有点害怕 我们站在一个机器的上面 很害怕 最难超越的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当这个电梯 你要上去的时候 很简单 我父亲就是 大人一步就跨过去 我是小孩 那我想跨一步 那边马上就会动 这边是固定的 那边会动 就很害怕 那我个人想要超越这个 我就跳上去 我从固定的跳到洞的上面 然后膝盖一弯 OK就好了 可是等到我要从电梯上下来 到了楼层上 我要下来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我要很早就准备 可是那个时间太短了 一下子电梯就收缩进去了 所以我要跳的时候 还来不及 就被半倒 半倒在地下 很狼腔的样子 奇怪 那么简单的动作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当然了 我的儿子跟我女儿 他们那个年龄 他们现在30多岁 他们小的时候 我刚开始带他们做这个电梯的时候 我也是用手抓住他手来跳 然后就过去了 那他们没有任何的关卡 然后两次之后 他就自己会自己会坐电梯 完全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 对那个机械的恐惧 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 我每次要坐这个电梯的时候 都急着要死 那像现在我要坐电梯的话 坐手扶梯的话 我都用跑的 因为要更加速度 你竟然要做 要省力嘛 但是这里面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父亲带着我 他没有讲这个叫做行为 行为治疗 所谓行为治疗就是 有的人恐惧 恐惧症 恐高症的时候 或者是对某些事物有恐惧的时候 就由那个教练 或者是那个医生 心理医师 辅导员 带他到那边去做给他看 然后叫他重复的做 要消除他的那个恐惧感 这个恐惧感的建立 跟恐惧感的解除 建立比较容易 解除非常的难 要耗很多时间 因为他累积太久了 假如说我童年的时候 如果就因为害怕 就像很多人有聚高症 哪怕全身肌肉 他也怕坐飞机 他怕坠机 那这个所谓的那个 聚高症这个东西 是有遗传因子 DNA里面 可是能不能后天里面把它解除呢 可以 就是刚刚讲的行为治疗 实际上 你把我所有的这些训练课程 通通把它当作是一种行为治疗 来看待的话 你就会欣然接受 而且一个一个学习起来 要用一个方式就是 我会的 我这个老头会的 你也应该要会 如果你不会的话 就是你对自己的放弃 自暴自弃 这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但是你必须要从小练 功夫从小练 什么东西都要从小练 原因就是因为 你要悟到的时候 中间还有很长一段酝酿期 这个酝酿期就是 你如果越早开始接触 你就越容易开悟 如果你到老上 年老入花虫的时候 你的体力什么各方面都不行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以前童年的最大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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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关卡 最大的gip就是 做手扶梯的时候 要做到楼上的时候 要跨那一步 从动的 刚好适应了动的 然后现在要跑得近的 就站不稳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奇怪 但是我交飞行伞 我在空中 无动力飞行1200公尺 飞行五个小时 像这些 凡子种种都是一般人 会视为说一种特殊的能力 是不是特殊能力 就要看你累积 你累积到那个能量的时候 你自然敢做这些东西 不是要强迫 有人在后面吹打你 没有 完全是自己 自己 自己 从发自内心的想要 你才会学习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 今天是立春 一个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大家不要忘了出来户外活动一下 另外参加我的训练活动 收费课程 谢谢